一人大病不幸病逝北京 结束了37年的人生 他的处事 留给太多人的不舍和遗憾 也为他的人生遭遇感到惋惜及痛心 当年因为接触了毒品 毁了他的大好前程 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吸毒被抓 几乎失去了身边所有人对他的心愿 在他人生的最谷底 他告别了台湾飞到了大陆去 在一个完完全全陌生的环境 他断绝了所有坏朋友的联络 寻求一个破解重生的机会 在过去这一年 我们很少看到大病的新闻 但事实上 他在北京过得非常充实 他在他热爱的演艺工作上 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还有目标 他的生活已经回到了常轨了 却没有想到一场感冒 感染了肺炎 竟然夺走他宝贵的性命 他来不及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证明 大病他已经斜心革面 东山再起了 今天晚上这个小时 我们一块回顾 大病在舞台上面 所有精彩的演出 我们人没有办法选择 该如何或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的生命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你活的意义已经结束了 但我那样想觉得太过悲观 但是那是我当时的一种心情 就是有一个人懂命 可是他就永远地离开 我现在这首歌要纪念他 这首歌的名字叫人鱼 自从爱上你 思念就变成了海 在寂寞夜里蔓延看爱来 所有的恩怨 都因这颗拳头以后 一笔够消息 哎哟喂啊 实在有点 人家在骚托车 一直叫人家就要来 有点 我现在就有点觉得 我的人生好像前面空白了一段 然后现在把它剪回来 我希望可以把这一个 很多人会看成是一生当中 最大的一个羞辱 最大的一个舞点 这件事情变成我人生当中 最有成长加持的一个经历 那晚上傍晚的时分 我出了车祸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酒货驾车 我骑了摩托车 我要带着这十几年来 在这个圈子里面工作 所得到的美好的经验跟回忆 在这边跟大家说 我想我必须要暂时 或者是拥有了 离开演艺圈 不管他发生什么事 他在我心目中 就永远是那个大饼 就是那么有才华 那么幽默的人 不要说三个机会 十个机会 三十个机会 我觉得一百个机会 我们都要给他 我们要给他 一百个机会 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跟孩子一样 我们要用爱 甚至于我们要花时间 在这个人的身上 我并不能奢求 就是社会大众 再相信我 再原谅我 因为一个人不能去奢求 别人已经给过你两次的东西 我想跟妈妈说 妈妈我在大陆 要保证 要保证好不好 妈妈讲一句话 来 妈妈 要让我担心就好 好 好 不要让你担心 让你请让我平安包 好 完了 好 妈 谢谢 痴痴守着我的怨 我用最凄美的姿态 想还你一瞬间的青睐 会不会有一天 你才无意发现 一句干苦人与残骸 她明白她过去的不良记录是需要时间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证明 但老天爷却已经没给她时间了 37年前 大饼的人生从台中开始 她生在一个家族关系复杂的家庭 爸爸妈妈年轻时忙着赚钱 就把孩子托给亲戚照顾 当年电视上正在播出的《欣欣之我心》 竟然就是大饼兄弟童年的真实写照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因为到处都是要去赚钱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寄放在那个家庭里面 然后那个家庭里面的人就对我们非常的严格 比方说做错事情就是拿火烤烤瘦 或者说拿那个藤条抽到那个你知道 五千上面在五千 然后有那个 有一次我记得他们丢保鲜膜 就向我丢保鲜膜 那个保鲜膜从手都割过去全部都是洗 就是他们的那个教育是比较严格的 可是问题是对我来说我是不能接受的 会想爸爸妈妈想到很夸张 就是看着月亮里面会有妈妈或爸爸的脸这样子 然后常常在哭 那个我爸爸妈妈跟他们的兄弟姐妹 因为钱的事情超得闹烦 又和好又闹烦又和好闹烦 就是常常会有这种为了钱而产生的那种 兄弟西乡的西马常常在上演 那我还跟我弟弟妹妹讲说 我们以后绝对不会变这样 从小大饼就是这样子告诫自己的弟弟 他们无法选择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 但将来他们一定要让自己有能力 决定自己的未来 第一次我们班的转学生 然后他一转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气势很高涨 然后因为他走路就姿态又很多 他就这样 我哪有内裤啊 而且他很喜欢拉内裤 他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 拉内裤 然后搭后睡地线 搭后睡地线 搭后睡地线 出列 出来 我今天没有穿内裤 有了有了 有了 你应该知道我怎么走 没有啦 我站起来就这样 对 大家就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而且因为徐七弟为什么感触了两个东西 因为他坐在我正后方 所以我每次站起来的时候 他都会听到便利声 对 而且你知道他就是那种问题一大堆 每次老师都会嗑到说 同学有没有问题 因为通常都不会有人有问题 然后余炳贤就有问题 有问题 他就立刻这样站着 是不是有问题 请问他那个一文单是什么意思 金牛做的大饼才华洋溢 表演欲望强烈 进入了明星摇篮黄艺校 他如鱼得水 尽情地挥洒 他的那个班 有大小S 还有阿雅无配子 一群人经常玩在一块 生活好不开心 大饼的位子 就在小S的正前方 那些年 其实大饼一直喜欢徐七弟的 有一次 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大胆地告白 结果呢 他叫我后面 他没事 有些没事就叫我 他就是冲着我 吃定我 就有点喜欢他 他居然叫我帮他泡了 一个月的阿华田 为什么喝完杯子也不洗 你还得去把杯底 那个阿华田给推起来 他要拖前你啊 请喝这样子 你为什么愿意当压怀 就是因为他说 你放心 奶奶你不要难过我 我姐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那一句 就是那句地情 你就为他做就做嘛 然后他叫我 他叫我 他连叫我都懒得叫 他直接用懒笔吐我后面 后来回家我妈说 你后面懒懒的一片是什么 原来他一天叫我爱多次 整片都懒懒的 你知道 爱是什么 你爱徐希帝 当时啊 就除了徐希帝 除了其他人都不娶 太高中的希望 那时候我也有个久 而且当时你这压力大不大 我们节目那么多男的来宾 跟你施爱 你都装出娇秀样子 只有刚刚你做的那个是什么表情 我告诉你 任何人资格都不可能比我深 我比黄子娇还超 我太高了 喜欢一个人是开心的事情 大饼就这样子开开心心地 泡了一个月的阿华田 在华刚的那段日子 大饼在表演上面 总是让人惊艳 古人说的琴棋书画 他还真的样样都有两把刷子 他就说大饼你画那个色情图画给我看 因为他很会画画 他就说你要看什么 我说老人跟小孩的 你竟然 然后 我刚刚说在镜子层很艰苦 可是我因此就是绘画进步了不少 因为他的激励很不舒服 有没有画老人跟小孩的色情图 噓 你会当那样的 那他是有人搭在开心果吗 谁要当开心果 玩信仁小鱼的 你不要再取那么父母的名字 我看 你才没有当信仁 我是汪汪先辈的 你是汪汪先辈 然后比较老长 他是翁采姨 有谁能够把蔡康永还有徐希帝 逗得如此的开心呢 从开心果跳到了翁采姨 大饼他是不在一般人的逻辑上做思考 他脑袋里头的幽默细胞特别的发达 他的反应时间永远超乎你的想象 他是不断运转极有效率的天生艺人 是汪汪先达转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饼说起话来噼里啪的脸珠炮 收尾冷不防地让人笑叉了气 看看他当年在毕业典礼上的演出 他已经是职业水准了 这个位同学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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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绝对不可能看到像管家谷的临时帝师老师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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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曾经有人问过大饼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这么会反串 这么会模仿呢 大饼说 他也不知道 就天生就会 他的表演天分的确是火人天成的 他甚至拍过好莱坞的电影 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名利双收了 却因为碰了毒品 让他从云端 衰落到了谷底 所有的弊案 所有的恩怨 都因这颗拳头以后 一笔勾销 大饼吞拳头 是他闯荡演艺圈的招牌动作 这个动作一般人做不来的 但风险是 小心职业伤害 你无数次的吞拳头啊 所以就已经有点静静的 你看着轮廓的边 是直接跟嘴巴的边缘在一起 就像韦龙哥的娃娃一种 而且他不只吞过他自己的拳头 他还吞过我的拳头 对对对对 因为你要攻击他 就一拳进去就被吞住了 因为他表演吞自己的拳头 大家已经有点看命了 就乱吞别人了好了 然后他就把我的拳头给吞过 可是因为基于安全的行为 他有带那个塑教手套 我有带塑教手套 你的推肌 嘴不亏气 那你不叫阔炎气 那这个步动就要自创了 你很急 高中时代 大饼就发现自己天赋异禀 能够大口地吞拳头 毕业之后 大小S都进入了演艺圈 阿雅也开始在我猜 担任外景主持人 而大饼呢 他还在等待一块敲门砖 那阿雅就打了电话给大饼 那当时大饼完全也不是艺人 完完全全的是素人 那没想到呢 就说这个人就很好玩 在电话里面呢 妙语如珠 他就真的很会讲一些 不善不适的话 讲到说他爸爸是神棍 然后平常在家里面呢 他都帮 坐在他爸爸后面 站在他爸爸后面 帮他爸爸转雨伞 把他爸爸当青海无上师 等等 那些效果就很好 那播出以后 收视率也起高无比 大家就一直想要把它挖出来 一同抠奥把大饼抠进了演员圈 这一个时间点正常 大饼赶上了模仿的热场 在换妆过程太赶了 就我把自己的上眼线画得非常的粗 然后那时候我戴的假发是有一点短的 有点像玛丽脸梦露那样子 结果在演完之后呢 我们是要去卸妆吧 演完之后我站在镜子前面我看 我怎么这么面熟啊 后来我站在镜子上发现 我长得好像蔡琴喔 就是眼线比较粗一点 然后眼睛稍微咪咪一点 然后玛丽脸梦露那时候 就是蔡琴啊 而且像到我自己觉得 也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这么像 然后我就把那个眉笔拿起来 在眼头的位置再点一个 就是哇 这一模一样耶 男人模仿女人 这难度不再扮相 而是举手投足间的神韵 大饼出道前 在剧团的反串经验丰富 他从小就喜欢玩巴比娃娃 帮巴比裁缝衣服 他对女人的观察是很细腻的 我就看到我哥的态度 其实跟很多反串者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有些反串者 他们会贬低女性 他们会拿两个保丽绒碗 塞在里面 然后把女性的嘴巴很丑 然后眼睛一大一小 然后痣乱点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 我们的表演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大饼今天的表演 凭良心讲 让我还是感觉到他非常的敬业 对 包括他的服装 对 他的服装让我觉得眼睛维持一亮 大饼所有的衣服 都是他自己一针一线 对… 所有的道具都是他 都不是买现成的 当天在录影的时候 导播有先有录了第一次是失败 因为他那时候用很多特写 就发现 我发现你连在他对嘴 不是 发现他特写的时候 我看起来像 你知道早期潘岳云的MVP 他会一直翻下唇跟百姓 真的 因为刚开始很像王心凌 所以特写的时候我潘岳云 台中有一条街头是露天咖啡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喝茶 然后跟我哥在那边谈笑啊什么的 结果呢有一个流氓 他就突然走过来 就打着我哥的肩 然后我哥就问他说 我认识你吗 然后他也没有看我哥 然后就跟我哥点个头之后 他就转过来看我 然后就很大声骂我说 你在电视上 不要给我闭嘴闭嘴 就很大声很凶这样子 然后呢我哥就牵着我说 牵着我的手说 走走走走不要理他 然后走的时候 他就在后面尾随我们你知道吗 然后我哥想说 不行不行不行 赶快上电车 然后一跳动电车门 一关起来 那电车就是开始走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黑道 他就你知道绞成很快 用手刀追我们 然后就把那个计程车后车 踢猫了 大饼能够在演艺圈里面 出类拔萃 其实真的要感谢王伟中 因为王伟中 让他在全民这系列里面 的模仿秀 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安排他很多的演出 进入了带撞模仿节目 是大饼演艺工作 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从此 他有了固定演出的机会 哎呦喂啊 真的吗 人在掃头咖 一直叫人都爱来 大家好 我是阿清嫂 今天一件事 我实在是很想起 你才知道 我今天是人的 人的心碎去做事 我是人的心路 你不然我本嫂 你要知道 第一家庭他们做什么事 跟我有关 跟我有没有帝带 我今天去做本嫂 今天有人叫我本嫂 我给你找问 我今天去做本嫂 你不是叫我本 我去做室 我去做室 今天我们不是说 家庭很散 他还欠他去我 人家是公主 跟富馬爺 家庭不是说很散 回来加一个表 這樣就可能有问题 对吧 但是我们在家庭就很有辦法 他回来加一个表 哪有什么 我们老爷子 今天都这样子高气候 说他富馬爺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们老爷子虽然也是富馬爺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原位 是一个原外 对吧 原外当然也是自高气候 因为他自己已经很有法度了 所以呢 不能说这样子不敢拖 我们夫人 我不是说老夫人 老夫人已经说 没有就是没有了 不用说这样子 苦苦相比了 本尊阿清嫂看到了电视上的阿清嫂 气呼呼的抗议自己被丑化了 但其实换个角度看看 是大饼 让这些政治人物变可爱了 天零零 地零零零 我每次在吞拳头之前都说 仅以这颗拳头出中华民国国韵长龙 你要把这一句传承下去 我们吞吞看 好不好 你看 其实要稍微握成腿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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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真的吞下去 整个演艺界当中 大家认为他是 可以说 提到他的名字 就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帅气的代表 这个人是谁 我们欢迎 谢长廷先生请上台 其实当然还有很多人 像谢长廷 我曾经我们家夜市内 有个卖牛排 老板长得刚才就一模一样 在那边卖牛排 但是我跟他就有几分 可以省事的地方 然后谢先生他会 讲话喜欢翻开他的下唇 很像早期的潘岳云 就是会 讲话的时候会这样子 然后潘岳云以前也是会 翻下唇跟翻面 他就 是我一生的云名 他被会这样翻下 然后翻白眼 2005年的大饼 红韵当头 他恐怕做梦都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竟然能够 进军好莱坞 在电影里头嘎上一脚 哪怕只是短短的五分钟 当好莱坞的 要征选演员的讯息 公布了以后 因为当时他们设定 要一个华裔的演员 大饼几乎可以说是单枪匹马 就跑去那个interview了 光在好莱坞 光在洛杉矶那个地方 有华裔的背景 可能会演戏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要比英文的话呢 那恐怕大饼 不是那种土生土长的华裔美人 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没有想到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大饼竟然就 就被选上了 大帐篷的中间只摆了三张椅子 分别贴着 Rober就是老伯许奈的 Eddie就是那个黑人皮条客 还有Tapper就是我 好爽喔 那个时候真的 然后我就坐在上面都不下来 那时候真的感觉到 台湾人的那个 挺自己的那个热情 因为我还遇到好几个建设事 因为我想说 我这辈子都没有进去电影 没有看过电影 就是为了你我去看 然后我觉得很感动 那真的很令人感动 从07年到11年 这短短四年之内 大饼因为吸毒被抓了四次 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还有谁愿意相信他呢 当小饼知道哥哥又被抓了 他难过地说 他就抓进去管吧 如果自己都帮不了自己 那还有谁能够帮他呢 第三度吸毒被抓之后呢 小饼带着大饼接触了宗教 希望能够当他遇到诱惑的时候 那就上上帝祷告吧 谢谢各位关心 那希望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 谢谢 所以大家谢谢 我会不会担心 你会被生命受到影子啊 所以我一直始终想不到说 怎么会有这么令人 这么劲爆的事情 他不可能会好奇 那如果说为了一个什么生活压力 我觉得他们也有什么压力 他一直很快乐啊 他的收入也很高 然后他的表演也很受肯定 所以说有压力我实在感受不出 我觉得他压力还不会比我大吧 沉重压力是一个绝对的原因啦 因为大饼后来家里面欠下了这个庞大的债务 当然不是大饼欠下的 是他的家长欠下的 那大饼必须要赚现金 要能够眼前赚得到就赶快去努力争取 那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大饼的收入也蛮惊人的 至少就我所知在我们还合约合作期间 巅峰的时候一个月呢50万到80万之间 要不是因为后来的吸毒事件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收入状况啊 跟他的精神状态啊 他在演艺圈的受欢迎程度都非常很OK的 比较低级的部分是这半年 想要快速的瘦下来 后来人家就说那你为什么不 因为那里面也都是含这个啊 所以我就 所以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控制自己听众 一开始染毒最主要的原因 他真的是希望能够减肥 他因为常常要扮女神 他是希望让他的扮相更好看一点 更像女人一点 所以呢他刚开始接触一些安非他命 他是听说这些东西吃了会减肥 但是他不知道后遗症这么大 我其实本身并没有赢 那我也并 这几天来讲就是在家里 我也并没有什么适应不良的情况 但我现在讲大家一定会觉得 这只是你个人在讲 没有关系我会让时间来证明 我不会再回去碰毒品 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一次能够有这个契机 让我能够从这个深渊当中行过来 有些艺人经过新闻事件之后 他可能就是现在目前手机是断碟的 有没有失去联络的 您 哦 通告反而增加了 在这边要真实地跟大家道歉 不好意思 我想其实我对这个事情 我是抱着一个半喜事的心情 那我总希望说今天俱乐界呢 一个多月之后出来之后呢 可以真正的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毒品可怕的不是在于身体上的不适 或者是身体的快感 可怕的是你的心里会永远记得 你使用毒品的时候 曾经有过的某种快感 这就是很多人他们借了毒以后 会再回去碰毒服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你自己心里的问题 那心里的问题就说实在 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 慢慢来 慢慢来 快点啊 快点啊 来 这是什么东西 来 来 杨大银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在针尖的过程之中啊 发现他有卖给这个 这个艺人的这些对象 大银这件事情喔 当然我们听到的时候 是感到很遗憾也很痛心 经纪公司这里的决定是 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呢 那我想也没什么话好说 我们会考虑跟大银解除 经济的合约关系 我们经纪公司这里也有计划 规划他大陆的演出 跟后面的不管是舞台剧啦 我看恐怕因为这个事件的爆发呢 我个人认为是颇不乐观就是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打算要去用毒品 只是是为什么一开始 我们到汽车旅馆去的时候 本来只是开休息 只是因为后来 好像我们超过了时间 那在王先生提示之下 我们就决定改成出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睡着了 在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 房间里面已经有毒品的味道 因为很久没有接触 然后就感到反胃 我要带着 这十几年来 在这个圈子里面工作 所得到的美好的经验跟回忆 在这边跟大家说 我想我必须要暂时 或者是拥有地离开演艺圈 我只能说我在监狱里头 付到大饼的时候 他是最荣光焕发的时候 他跟我谈了他的好多好多理想 然后他告诉我 他绝对不会再碰毒品 大饼一句话都不说 大饼一句话都不说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因为吸食毒品被抓 不管讲什么 连我自己变得都觉得不敢相信 所以 其多的时间让我多 然后 是 我已经不再需要 大家浪费这么多资源 在我心上里 所以没有想让我相信 不管他发生什么事 他在我心目中 就永远是那个大饼 就是那么有才华 那么幽默的人 看到就是会心会揪一下 以前高中我们真的很好 他也很喜欢唱爵士乐 然后我们常常会一起唱歌 我愿意帮助他 可是我觉得现在不是 钱不钱的问题 就是要帮他解决这个习惯 不要说三个机会 十个机会 三十个机会 我觉得一百个机会 我们都要给他 我们要给他 一百个机会 把他当成自己的这个家人 跟孩子一样 我们要用爱 甚至于我们要花时间 在这个人的身上 衣人大饼三度染毒风暴后 首度公开露面 受洗成为基督徒 我并不能奢求 就是社会大众 再相信我 再原谅我 因为一个人不能去奢求 别人已经给过你 两次的东西 希望你们都可以 赶快弃绝毒品 然后到教会里面 我很忠心 希望在教会看到你们 谢谢 他当初来到教会的时候 应该是一种 就是他对自己很失望 我们都知道 有些事情不该碰 可是不见得做得到 一直都陪着大饼的是 那个达明跟百荣 那他们一直都在为大饼祷告 后来就把他邀到教会来 我觉得他在教会有碰到 他以前没有碰过的 就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爱 其实当天他非常感动 然后受洗之后呢 我觉得他就有 下定决心要改变 一人大饼去年四月份 第三次吸毒被抓 不到一年 再次和毒品扯上关心 给我时间就好 不用给我机会 我会自己 调整好自己 你是有办法再发誓 不再痛苦力吗 这一次 你觉得我发誓你会相信吗 那你自己相信自己吗 不相信我自己 如果我没有入见复兴 我想我会主动跟法官争取 就是让我能够定期的艳料 我想这会变成鞭策我的一个动力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 是这么软弱的人 可是我想我的确是需要 为你的帮忙 来帮我吧 不一定见了 一鸣他们有时候 会跟大饼一起去吃饭嘛 就会跟他聊 我想那个时候 他对于未来是比较彷徨的 因为其实他觉得说 大家都看到他犯错的样子 其实在台湾很多人 已经很难洗掉这个印象 那未来他如果不做演艺圈 他该做什么 其实他会很彷徨 他去大陆的这份工作 这个幕后的秀岛工作 也是我们公司帮他接洽的 那当时我们就接到 这个河北卫视的单位 希望大饼能够到大陆去 担任幕后秀岛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 幕后秀岛是干嘛 这是因为这样子 这几年大陆很流行选秀节目 那选秀节目这些素人们 要上台之前 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培训 不然的话上台就糗了嘛 所以大饼就是去从事 这种幕后的培训工作 那由这个大陆的单位 付给他一笔固定的月薪 所以对于当时的大饼 因为在台湾的演艺圈 几乎没有伸展的舞台跟空间 所以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职业 然后也有很好的收入 丙哥在信主之后 我相信他有一个内在的力量 帮助他可以拒绝诱惑 然后他后来也就换了一个环境 到大陆去 我觉得那也是为了想跟一些 他觉得他不想 可能想跟过去的一些生活 或者是一些朋友做一个切割 那事实上我觉得他这一年左右 真的很振作 我们看到他 听到他 都觉得他变了一个人 然后就变得很积极向上啦 我觉得我们都非常开心 只有大饼自己才会知道 为什么没有办法抵抗毒品的诱惑 要彻底断绝为的办法就是 离开那群坏朋友吧 他下定的决心 暂时告别台湾演艺圈 飞到了北京去 他从底层开始干起 他真的非常地努力 要摆脱过去的不良的形象 他专心地工作 拼了命地在工作 两个月之后 他升个制作人 每天睡不到几个小时 很辛苦 但很充实 他知道只要这样子坚持下去 有一天 他一定可以依井还江 东山再起 据说警察冲进去 十江酒吧打人的时候 台上的歌手 正在唱这首歌曲叫 Over the Rainbow 彩虹的另一段 这段影片拍摄的时间是在2011年6月 大饼一身雪白 神采奕奕的非常投入 现场听他唱歌的都是和好的朋友 大家来为他建训 过了这一晚 大饼的人生就要重新开始了 今天我就要离大家远处了 也离开我的家里 可是有你们的祖宗 希望我真的感谢满满 好吧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 因为这一句我要信给大家 就是如果我们在遇到这个挫折 像我这样一死也老 也可能都是像我这样子经不好 有可能是环境的趋势 但我要上给每一句小 每一句最后的歌词 这句歌词是说如果 那只幸运的小青鸟 都可以飞过彩虹的那一端 为什么我不能呢 谢谢 告别台湾演艺圈只是暂时 大饼相信有一天 他一定会依井还乡 绝对不会让爱他的人失望的 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 一首歌的歌名 痛病快乐者 痛是什么痛呢 痛当然就是离乡背景嘛 那要离开他熟悉的演艺圈 他熟悉的这块土地 那快乐是说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嘛 那也许在那里有了不起的发展 因为事实上在大陆呢 也很多演艺传奇发生嘛 所以也许下一个传奇就是他 所以他确实就是有点感伤 但是也充满了希望跟机会 最直接的好处 起码他有一个稳定固定的收入了 而且也有能够发挥他的幕后的专场 一直以来他就 虽然在目前表现得很好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心愿 想要拍几部戏啊 想要当导演啊 就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之下 就告别了大家 然后就去了 我想跟妈妈说 妈妈我在大陆会保重 你也要保重好不好 好 妈妈讲一句话 来啦 妈妈啦 你要让我担心就好 好 好 我要让你担心 那你怎么看多久了吧 好 完了 妈妈谢谢 带着众人的祝福 大饼截然一声地飞到了北京 就像是当年刚出道那个年轻大饼 他充满了热情 感情十足 他从幕后制作 从头干起 每天早上八点出门 隔天凌晨两点才回家 曾经在荧光幕前那么活跃的一个人 他抛弃了明星的光环 趴在地板上做道具 写大字报 但他很开心 过去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那时候他担任我节目的主持人 那那个节目总共有五个主持人 我必须要讲最激起最有企图性的人就是他 我记得每次录影前他都会来我们公司 然后他有什么新的想法 或者有什么好的新的形态 他都会提供给我 特别是遇到模仿类型的单元的时候 他那种拼劲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第二个艺人像他这样 他要做女生的反串模仿 衣服自己缝制 晚上踩这个缝纫机 在那里这个车衣服 然后那个一个他所要模仿对象的影带 反复看了数十次 看到那个带子都坏掉了 然后呢 现场那个要录影以前呢 完全的严肃 然后也不太跟人家讲话 等到真正表演的时候呢 哇 那个爆发出来的那种感染力呢 非常的强大 到大陆去工作 他也知道说 这是他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会很努力很辛苦很拼命呢 这个都可想而知 他后来毅然决然去大陆 事实上他也在那边找到 事业上的另外一个春天 你知道他其实 我听说他生得很快耶 其实他很快就生成制片人 制作人 所以在某个程度 我相信他是非常拼命的 只是很可惜 应该算是他想要做出一番成绩 让台湾的朋友看看 说我大病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太想做好 所以我觉得他太累了 你知道其实 如果你太操劳的时候 免疫力本来就会下降 对啊 那也许也因为他之前的一些 用药的习惯或什么 可能会让他的身体有一些抗药性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会 会比其他人受到病毒的感染 会扩散的更快 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 既然miss fake你要是敢对一下 能对过我 你的点评我就认可 那有什么问题呢 来 老师音乐 放松 水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得出来是台湾口音 台湾观众认得出她的声音来吗 屏幕上面没有打出任何的字幕 但她的的确确就是大饼言错 她的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 即使戴上面罩 她在大陆的演艺事业 已经上了轨道 大饼她已经走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看见了一丝的曙光 我那时候大概差不多三月多的时候 在北京那时候她才上我的节目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 对我来说是他相遇固知 可是我看到丙哥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那个感觉是 超过我想象的热情 就是她几乎是 就是跑过来抱我这样 那我们两个就拥抱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力道是很强的 很久以前我们在 其实我们在全民乱讲的时候 就是同事了 并没有这么的热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应该她在异乡 她其实是非常想念台湾的 我觉得她也很想念我们大家 可是我觉得她有一个 一个责任跟自我要求 是她觉得她要拼出一点成绩 让大家看到她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她一直跟我强调说 她说她现在在做幕后制作人 然后她也在做编导 然后她很努力 事实上我真的看得出来 因为我觉得她 录完我的节目 她马上就飞一样的就走 然后她马上赶到另外一个省份去 那时候我看她我还蛮放心的 因为我觉得她比我以前印象中胖 就是我觉得她整个人是比较风润的 那通常我们印象中会觉得说 风润表示说她一 我相信她没有再有任何坏习惯 因为通常你知道 有坏习惯的时候 她不会就整个人会瘦巴巴的 我觉得她看起来是那种 脸上是有红润的气色 然后稍微微有一点点小肚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她看起来比以前健康多了 然后也感觉是有目标的 好久不见的朋友见了面 都说大饼真的不一样 她在脸书上兴奋写着 她将要东山再起的决心 这是一出集体的创作 半智传式的舞台剧 在舞台上 大饼她掏心掏肺地扒开 所有过去人生的不堪 我觉得她离开我之后 我的人生不会变好了 但是也不会变得更坏 我会一直维持这个样子 一直到在跟她相遇的那一天 就在一切看似脾气太难 大饼却把自己累出病了 她因为感冒感染了肺炎 病情曾经一度好转回家静养 但没想到几天之后 情况再度地恶化 送回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工作人员透露 她比对目前的工作 仍然抱着梦想 住院的时候 医生曾经劝她插管 但她坚持不可 因为她爱漂亮爱唱歌 她担心插管会伤了她的喉咙 她在7月20号 凌晨两点零几分 因为严重的肺炎 然后病和多重器官衰竭 然后我就病逝于北京医院 谢谢各界对她的关系 她真的有很多很多的 家里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在台湾没有人要她的 没有人对她戒毒是有信心的 所以她选择有工作机会到大陆去 至少据我所知道 请大家相信她在大陆这段时间 她没有再碰毒品 之前因为毒品的祸害 身体健康也欲落前掌 但是至少今天 她是在没有碰毒品的情况下 又遵延地走了 她没有交代什么的最后一言 可是我记得我最后一句跟她讲的话 就是那时候她已经整个很陷入迷流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力气 然后我就抱着她 我跟她讲说 可是大饼你要给我一个希望 你要给我一个盼望 让我带你回台湾 她实在是有时候不知道 怎么样去帮助大饼 但是她只有一个认知 就是对她的哥哥有信心 今天在家里头 我看小饼坐在里面 我们真的只能说 共同回忆这些日子来配置大饼的一切 但是我看那小饼 真的痛苦失声地告诉我一件事情 但是是面带微笑的就是跟我说小饼姐 我哥哥姐都成功了 痴痴守着我的眼 我用最凄美的姿态 想还你一瞬间的青睐 会不会有一天 你才无意发现 一句干苦人与残骸 回顾大饼的人生大吉大落 他一直是一个很用力在活的人 曾经他因为毒品迷失了自己 但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日子 他找回了朋友 他找回了亲人对他的心态 他让人们看见 一个真正已经完完全全 重新振作起来的大悲 这些人们真的都看到了 愿他一度好久 我们再会 能不能给你夹来的 你学会 然后对择 他不想找人 他也会有什么 他算是一个小饼 我会有点不错 他是一个小饼 他人会有心态